四年多以前 我们又遇到了连续制裁 去年我们的业务跌到了谷底 在这种极端的困难情况下 我们挺过来了 熬过了最困难的这种寒冬 12月26日 温靖M9及华为冬季全场景发布会在深圳举行 华为发布了温靖M9 Nova 12系列手机 FreeClip 耳加耳机等多款全场景产品 性品涵盖消费者智慧出行 智能家居 智慧办公等多元化应用场景 进一步完善华为万物互联的全场景生态 Nova 12 Artro带来了 Nova史上最强的鸿蒙智慧通信 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 在无地面网络的时候 也能让你与外界保持联系 安心守护每一次出行 那么还有蜂窝通信 我们也依托Nova史上最强大的 天线设计和专利技术 不仅支持双卡双通双加速 还能在网络信号覆盖相对比较差的地方 或者网络拥塞的场景下 再给你更好的同行体验 同时 豪华科技旗线SUV问界M9也正式发布 华为常务董事 中端BGCEO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比喻董事长于成东表示 开款车包含十大智能汽车黑科技 带来智能坐舱 智慧驾控 智能驾驶 智能安全等领先一代的体验 一千万以内最好的SUV 是陆地上最强悍的SUV 今天来了 这款车的尺寸 是非常典型的 这个豪华地级平台 铝合金占比高达80% 有两个电磁包供大家选择 一个是四煞度的 还有一个五煞度的 纯电的续航200多公里 但是满电满油 做到了1400公里左右的续航 据悉 温建M9定位大型SUV 基于全新平台打造 提供增程和纯电 两种动力形式 百公里加速时间 分别为4.3秒和4.9秒 于成东表示 目前温建M9的预定 已经达到5.4万辆 从2月26号开始规模交付 同时我们还有先行者计划 1月26号开始首批交付 大概限量2000个名额 面向早期预定的用户 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5万4千多个用户 预定了M9 不少观众表示 温建M9依靠独具匠心的产品设计 百变使用的驾程空间 以及领先一代的智能座舱 和智能驾驶系统等 将用户的期待值拉满 M5 M7 M93个发布会 我都参加了 然后这次M9给我最大的感受 依然是它的创新能力 包括说它的车头灯 可以交互 以及可以显示充电的时间 这样的话 在公用充电桩的时候 别人就可以很直观的 看得到你的充电 还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我作为一个智能驾驶爱好者 其实一直有关注 华为的智能驾驶方面 从刚开始的这个几个城市 然后现在变成全国都能开 我还是挺期待的 完全的颠覆了我们对车的 这个行业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一个智能的汽车时代 已经到来了 已经下定 就要等着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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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